《孝喜舍身救婆母》 作者 陆文 郑义宗的妻子卢氏 出身于范阳的大家族 侍奉公婆恭敬孝顺 一天晚上 有强盗拿着兵器抢劫他家 别人都藏匿逃走了 只有婆婆没能离开 卢氏站在婆婆身边 被贼人揪打差点死去 贼人离去后 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害怕 他回答 人之所以区别于鸟兽 是因为有人意之心 即使是邻居有急难的事情 都要去帮忙 更何况是婆婆 能扔下不管吗 万一有危险 我也没法一个人活着 婆婆说 遂寒然后知宋伯之后雕 我现在才明白媳妇的心了 舍身救护婆母 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为人之所以区别于鸟兽 就在于有人意之心 即使是邻居 路人有急难 也应该去帮助 更何况是婆母呢 但在现实生活中 有孝顺的儿女 难有孝顺的媳妇 婆媳关系紧张 互不相容的例子 比比皆是 婆媳问题也永远是 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 婆媳之间 需要像卢氏一样 冒着刀刃 挺身而出 接受考验的情况 毕竟不多 而更多的则是 鸡毛蒜皮一类的 日常生活小事 现在的婆母 曾经是媳妇 现在的媳妇 是未来的婆母 大家将心换心 彼此理解 婆媳关系会处不好吗